一年一度的七夕晚会来了,甜蜜的时刻自然也会有甜蜜的歌,今年央视就请来了王耀庆和曾黎,让这对中年CP以情歌对唱的方式拉开七夕晚会的序幕。 此前王耀庆和曾黎在电视剧《好好说话》中,饰演一对破镜重圆的离婚夫妻,中年演员的魅力和磁场完全不输纯爱鲜肉。 这次的情歌对唱《甜蜜欲值拉满》,王耀庆作为台湾艺人,近几年在大陆的视野发展得红红火火,主持综艺演戏全面开花。 他长着一张不差钱的脸,专业霸道总裁,文人幽默风趣,上综艺相当有梗,平行端正,演技过瘾,王耀庆该火。 曾黎算是中年出头,当年的她是中戏笑花,奈何就是不火。 如今,观众也越来越能欣赏中年女演员的魅力,美貌依旧的曾黎也成为影视圈的香波波,细约一步接一步。 褪去青色,曾黎越来越有成熟女性的魅力,风采比当年更甚。 凭借浪姐三番红,并成为获得总冠军的王兴玲,此次也登上央视舞台演唱经典情歌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。 她身穿鹅黄色长裙,淡蓝色驴鞋,呼应温柔主题。 表演后的采访环节,王兴玲还做出了可爱又搞怪的表情。 原来女明星的40岁,如此令人羡慕啊。 在成都买房定居的肖敬腾,此次为观众献上了一曲幸福感满分的歌曲《Merry Me》。 今年6月,肖敬腾终于公开恋情,女友是陪伴且相恋多年的经纪人林友慧。 林友慧比她大14岁,今年已经48岁了。 今年李文已经47岁了,前阵子参加了歌唱类综艺《深深不息》。 此次她在七夕晚会上现唱了两首歌《想你的365天》和乐园。 俐落干练的高马尾搭配修身的壮色亮片短裙,李文的曼妙身材被完美勾勒。 参加七夕晚会的女歌手还有单衣纯、孟佳、杨谦华等。 单衣纯身穿淡黄无袖纱裙,整个人显得温婉而掀起飘飘,特别是头上的心钻点缀,堪称是全身造型的点睛之笔,范围感拉满。 杨谦华则是穿着极具设计感的阔形西装裙,端装又不是沉闷。 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晚礼服,造型颇有新意。 另外杨谦华依旧以标志性的紫发亮相,整体看上去非常有未来感。 孟佳则用紫色绸缎衬衣加超短裤,秀出自己标志性的眉腿。 她的造型对普通人来说也有借鉴意义。 另外实力唱将周深张杰都进行了实力现唱,特别是张杰演唱的爱人啊,是送给妻子谢娜的情歌。 歌曲中缠绵深情的诠释,与七夕主题完美契合。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,演员彭小冉在西安峰会担任主持人。 新式旗袍非常有巧思,即古典语性感与一体,端装又俏皮,让观众眼前一亮。 很少有人知道在演戏之前,彭小冉就是一位正儿八经的主持人,此次再主持也算是充实劳本行。 快乐 chacun说了一位为内容。